出席轰廊神剧情轻松搞笑无厘头 无论是逮官的那一招哪有猛龙 还是那一场人机大战都高都猛狠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剧情不受挠脑 所以播出后口碑很不错 算是妖争妖婆 这款边笑边看的剧 结局本来应该是新街街园空气芬芳宅的 但竟然给人家来个无类无头的大反差 大魔王将行回到明朝后 宣布三兄弟和太极飞已经死了 改行列时间接影响了现在的所有人事务 大修杰终于脱掉了那一顶假道不忍辞式的假法 然后再也不认得打一贯了 这段来不及开始就结束的感情线 真的让人忍不舍 不要伤心因为已经打算太太续集了 这次会从现在穿越回事古代 还会参入添语VV跟修杰娜演示妇女 希望续集可以继续搞笑继续妖子 提到罗兰这个名字就会自动脑补 龙婆 罗兰演恐怖片堪称经典 演龙婆可以演到两次入围金像奖 一直都是无人能够取代的鬼后 但罗兰宣布再也不演鬼片了 也就是说龙婆精神丰盛 也对演了20年的鬼戏一直吓人 演久了真的会吸泪 罗兰现在在剧里演出吃香可爱的老奶奶 洗脱了鬼后的阴森恐怖气息 同样惹人喜爱 虽然以后都没有机会看她演出鬼戏 但是龙婆的高夫还是要记得 现在龙历七月 晚上还是乖乖待在家别到处乱跑 不小心招惹什么的话后果自负 切记龙婆的感觉 尼烟 trials Tumbzn 老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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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老闹 哈哈哈哈